大家好,我们给兰花施肥,大家都知道一定要令薄勿龙 因为兰花不是特别的洗肥,也不是特别赖肥 如果施肥过龙的话,就很容易产生肥害烧根 那么很多花有在给兰花施肥的时候 总是可能浓度把握不好,或是其他原因导致兰花容易烧根 那么今天就来教大家一招 我们在给兰花施肥的时候,大家使用上这一招 兰花之后都不会再出现烧根的现象 那么是哪一招呢 这一招就是给兰花施过水肥 什么是过水肥呢 就是我们在给兰花施肥之前,我们先给它浇一次透水 等到浇一次透水之后,我们后期再来施肥 大概就是隔五分钟之后,等到兰根它已经吸水 吸到一个半饱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再来给它施氮肥 就比如像现阶段,我们给兰花用肥的话 一般都是用这种蒸根状花型的油精氧液 这个时候可以起到一个撞根,而且触发的效果 我们可以将它与清水按照一比五百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搅拌均匀之后,我们隔五分钟之后 再来给你的兰花进行一次根部追肥就可以了 这样追肥的话就可以起到一个杜绝肥害的效果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是已经浇了水的 那么我们后期再施薄肥的话呢 这个时候,兰花根部周围的肥分浓度是特别低的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造成肥害 而且呢,我们浇水施肥的这个间隔时间也是非常短 大概就是五分钟的时间 这样的话呢,也不会造成这个积水烂根的现象 而且采用这种施肥方法,兰花的叶片肩部了也不容易造成交尖的现象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杜绝这个兰花产生肥害的几率 那么大家在施肥的时候最好就是先浇水隔五分钟之后 再来给它追施这个薄肥就可以了 不过呢,施肥之后呢,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保证环境的通风透气 保证这个盆土植料的一个透气沥水性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不会再出现烧根的现象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